大家好 我是美樂 嗨 我是阿丹 然後我們現在又回到墨爾本啦 然後來墨爾本的早上呢 又來一杯咖啡 然後我們昨天是住在機場的附近 機場附近呢也有這一間咖啡店 看起來很漂亮 我剛剛喝了一口也很好喝 然後我們等一下吃完早餐呢 就要去大洋路啦 對 我們這一次的重點行程 因為我問了每一個來過澳洲的朋友說 欸 你們去墨爾本都去哪裡啊 然後每一個都跟我說 去大洋路啊 那我們今天就要去看看大洋路到底有多厲害 那我們這一次有在大洋路上面找了一些景點 然後一些停留點 一些咖啡廳 然後重點是我們還要去找野生的樹熊 五尾熊 我們來囉 對 我們來看看能不能找到 或是找了幾個可以看到野生樹熊的地方 幾個點 那我們都去看一下 然後我們今天晚上會出到阿波羅灣附近 走 那我們就出發吧 走 因為要看樹熊吧 有可能 不然野生的哪裡能看 對 我們就沒有 對阿 野生的還是不一樣的感覺 對阿 我買的這個巧克力可頌 它那邊有幾種麵包 像是可頌阿 三明治阿 還有澳門可頌 然後我就看 欸這好像很不錯 而且它看起來很酥耶 有沒有 我先來吃一口 嗯 是好吃的麵包 可是它沒有在酥到脆膠會灑屑屑起來這樣子 可是它是很好吃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巧克力店 這是我們在大洋路上的第一站 這間叫做 Great Ocean Road Chocolate and Ice Cream Shop 它這個巧克力店面也很大 好多喔 好多喔 超氣多的 欸 我們之前幾天在塔利亞都沒有看到什麼人 然後我們還可以看到 哇 很觀光客 很觀光景點 很多東西買耶 欸 你來看這個好酷 好可愛喔 很療癒耶 你看 那邊有草莓 超療癒的 可是你看這個工作人員就練啦 好像澳洲的時候就發現啊 好多工作他們都要這樣讓大家看 真的好酷喔 他們應該想說 我今天不要再第一拍 這裡連巧克力還做乳皮 八度都有喔 在這間巧克力店啊 可以看到非常多種各式各樣的巧克力商品 真的是很觀光工廠 對 而且它包裝都很滑巧 然後那種奇怪的也有 然後除了巧克力系列的東西之外呢 它還有賣冰淇淋 有賣咖啡 有賣可嗽麵包 有賣飲料也都有 然後也有個休息區 而且它廁所也是很乾淨漂亮 我覺得蠻適合就是 我們其實開了一個多小時 就是蠻適合來這邊當作第一站 一個休息點 好早的 各種奇怪的東西 超美的 就一開過來 就整路都看得到海邊 超美的 而且它這個浪打上來 那個浪花白白的 很美耶 難怪大家會推薦我們來 歸Ocean Road 然後這裡看到到它很壯觀的海岸線 可以看到它那海岸線呢 被這海水被風侵蝕的樣子 而且這海的藍色真的是超美的耶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到我們的第二站 就是這個小紅帽燈塔 對 從剛剛路上開過來 然後它就看到一個 上面有一個紅紅帽子的燈塔 可愛 走 而且啊這路上很多那個粉紅色的鸚鵡 對很酷 沒看過的鸚鵡 然後它這邊也是可以上到燈塔的上面 然後費用紙一個人是10塊錢 然後它是從早上十點到下午兩點而已喔 它每天才會寫說 最後的進來的時間是幾點這樣子 對 然後它旁邊也有一個護照 我們去那邊看看 好 我們現在在這個小紅帽燈塔的外面 那其實來到這邊 所有可以上去燈塔的上面之外 其實它外面這邊 它後面這邊蠻多一些漸行的小路線 然後就這樣走過來 然後就可以看到 在這邊好多觀景台喔 然後就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的海景 我覺得應該有比上去還要值的 而且這些海景都超美的 哇這真的是很漂亮 這裡有機會看到鯨魚耶 就那裡啊 就一隻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呢 就是Great Ocean Road的一個 類似大門的一個拱門的地方 雖然這邊呢 不是Great Ocean Road的起點 但是它把他們這個門呢 設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這邊有寫它的歷史 然後它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有3000個軍人回來到澳洲 然後來這邊蓋的 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呢 澳洲派了不少的軍人參加 但是他們的死亡率呢 高達60到80% 那剩下這3000人呢 他們回來呢 因為面臨到了就業的問題 所以呢 澳洲政府呢 他們就 預計建造了這條路 The Great Ocean Road 然後讓這3000名軍人呢 有他們的就業機會 我們現在開到這個叫Lauren的一個小城鎮 那在這邊的Information Center呢 它有一區呢 是在介紹這個Great Ocean Road的歷史 來這邊可以這樣看 哇 我覺得很棒耶 然後它這邊的Information Center 它也有賣一些Swaners 可以在這邊買 如果說想要買Road Trip的東西 或者是想要買什麼吃的啊 旁邊也有超市可以買 哇 在這邊就給你看好多以前的照片 對 就看來看然後以前是怎麼開創這條路的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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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個是我說的 他有說 看是我說的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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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聽到這個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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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叫做Teddy's Lookout 那它是要走進來一個小山路裡面 會開一小小段的小山路 把車子停在外面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小小的健行路線 對 走到那裡而已 看起來應該是 OK 哇 好美 我看到了 在那裡 哇好美喔 你看就這樣看是公路耶 我們的公路 開上來了 好我們現在大概開了30分鐘 然後到了這個 Koala Cafe 然後我們要來這裡 尋找Koala 剛剛一轉進來這個Cafe 我就看到那裡有一隻了 走走走 好 然後這沿途呢 就有非常多的Lookout 非常多人可以選擇說 停在哪個地方 他們想要看哪裡的風景 就可以停在哪邊 然後也有很多人呢 是騎腳踏車來 我覺得有騎腳踏車的話 可以來這裡騎 真的是人生的清單之一啊 走走 Koala 看到那一隻 在哪裡我都還沒看到啊 Koala 哇好高喔 這也太高了吧 我剛在那邊真的看到好多隻喔 我剛一走進去一點點 就看到兩隻 好那我們現在來這個 Koala Cafe 這裡也算是非常多人 來到這邊的一個 必來的一個地方 欸你看那裡好多鳥 我大概來學他講話 哇他們在等吃東西 一進來就這麼多的Koala 讓人想買的東西啊 現在Koala長得跟以前不一樣 我說的是娃娃 這個很漂亮 哇但以前的呢 他這邊是用皮做的 對 這邊還是布 這邊有賣一些果子 然後還有一些sandwich 全餅 肉捲之類的 然後還有pie 還有pizza 好啦可以來吃中餐了 好那我們點了一杯果子之外啊 我們還點了一個早餐的漢堡 然後你看他早餐那個漢堡很豐盛喔 還有酥餅 兩個蛋 然後你看還有肉 其實我們只是看了他寫 Koala Breakfast 我們就點他了 對看起來就很豐盛 一個十九塊 好兩隻 一隻是小朋友 你看他起來的 樹熊呢 他們有80%的時間都在睡覺 因為他們吃的這個尤加利葉 本身是沒什麼營養的 所以他們只好靠睡覺 減少他們的活動 減少他們體力的消耗 而且尤加利葉 他除了本身沒什麼營養之外 而且他是有毒的 所以只有樹熊可以吃 他可以吃了一個媽媽跟他的baby嗎 你看喔 他那個屁股就這樣坐在上面喔 他那個屁股也是跟帶熊一樣 他後面有一個很堅硬的東西 所以讓他可以坐在樹上 那我們現在開到阿波羅貝這裡 我們今天晚上也是要住這邊 那這區有比較多廣界的地方 也有一些餐廳 然後吃的 還有一些衝浪的店 所以很多人如果說玩兩天一夜的話呢 會比這邊當處處點 像是要逛Souverneur啊 要逛超市啊 或者是逛一些衣服店啊 那種在這邊也都有 中餐廳也有 好 那我們今天來住這一個 在The Ocean Road的這一間 Dumbalo Hotel的門櫃 然後大寶也要放在這個信箱 對 因為他check-in的時間呢 最晚到3點 這裡的人都好早休息喔 Souverneur的店呢 5點就關門了 看到我們到馬上關燈 那他這邊的房型呢 有分Motel跟公寓類型的 那我們住的這種也是Motel房型的 就是一個就是簡單的 雙人床 然後一個小桌子 對 冰箱 然後那邊有浴室 那我們剛剛看了一下 他是Apartment類型的 才有廚房 所以知道出處吃了 對 反正想要省個錢的說 比較大 好 那我們今天的晚餐呢 我們這邊繞了一下 然後我們想說今天來吃這間好了 其實主要是看到他SURSTAY 有steak night 對 我們去看看 是新點餐啊 有圖片還有中文 對啊 而且他還有照片 他還有素漢堡耶 那我們點了一個 芹菜 Buggler Wings 然後還有兩個酒 然後我點白酒 點氣泡酒 然後我還有一個牛排 他的酒呢 有一些在6點以前呢 會有happy hour 就一杯就是5塊錢 對 很便宜 然後我們剛剛本來在點的時候 掃描QR Call的時候還是5塊 可是我發現他需要澳洲的電話 然後我們沒有 然後拿到櫃台去點的時候 就是6點05分 超過時間 對 變成1分10塊 我傷心 對 吃好喝就來 好喝 好喝 他這間很不錯耶 而且很香 這樣子30塊錢很划算 好喝 好喝 早安 然後我們今天是住在大人路上的阿波羅貝這裡 今天來自這邊的早餐 然後我們從剛剛那邊走過來 因為他這一條街只有幾間早餐店 然後看起來這一間好像很多人 所以我們進來 這條路他沒有很長 店都早早關門 然後早早開門 9點半10點可以平均 所以要來這邊逛的話呢 就是要早一點 跟我們這個坑上有優格碗 還有澳洲這邊的flash wine 對 可能是最後一杯了 對 好那我們現在準備要離開阿波羅貝 然後要繼續前進 那我們今天呢 會再去幾個點找溫泉 然後就是這趟路的重點 就是會去十二門十度 然後我覺得我們昨天住的這邊阿 他也是很度假感的地方 他就是有一些店可以逛這樣子 不會覺得 欸 要早吃的都沒有 或者是早餐沒得吃這樣子 覺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也有兩三間的數文蜜爾店 好那第一個來找烏尾熊的點 這個點呢 是在地圖上面標示的 他這條呢 是從大洋路接Lightway House Road 這條路上 這條路上整條路呢 也都是油家麗數 到這條路的底部呢 就會有個燈塔 真的很厲害耶 我們看到前面幾台車停下來 想說 哇 這裡一定有東西 然後我們就停下來 上面有一隻Kawla 好小喔 好難找喔 可是這個森林的樹很香耶 我覺得這條路線很不錯 就是它有海景 然後有森林景 我們目前在這邊看到的Kawla 它都在非常高的樹上 超高的耶 只有昨天在那個咖啡的比較近 一點點 對 那個至少沒有那麼高 而且它都在樹的頂端耶 搖來搖去的 它不會覺得害怕嗎 你看這隻是我們碰到最好洞的一隻 哇 它用它的手腳並用耶 欸 有Baby耶 看我 好笑喔 可以看過來幹嘛 下一個點是網友推薦的 這是什麼路 本來就是在剛才那條路的附近 你看這裡都是尤加利樹啊 對啊 來了第一隻 我們第一次自己找到的一隻 對啊 這條路上面 它就是一區一區的尤加利樹 然後這邊的樹好像相較的 比較矮一點 不用兩隻 是喔 它是帶小朋友嗎 不是啊 那裡有一隻 哇 這裡這麼多隻喔 哇 這裡好多隻喔 然後這裡還有一隻 一隻兩隻三隻耶 嗯 很酷耶 它就這樣這一區 一小區有加利樹而已 然後光這棵樹上面就有 一二三三隻 哇 這真的超近的 真的超近的你看 那我們現在來到十二石圖岩的路口 然後看起來是要運遊走一小段路 然後在這邊呢它就有很大的停車場 然後跟遊客中心 然後也有一些路牌的指標 它寫 哇 要走Return Walk 喔 來回一公里 然後15到30分鐘 嗯 這裡就是了 你看那裡 就是了 果然又是一個親眼看的 比較壯觀的景色 超厲害的耶 那這邊呢它其實從來沒有十二個石柱 在這裡的當地人呢 他們以前把這個景觀 叫做母柱和小柱 那有記載以來呢 它就只有八個石柱而已 然後 在之前呢 2005年的時候倒塌剩下七個 而且現在 它還是在每年兩厘米的速度 在被侵蝕當中 好 那這邊呢 算是我們在大雅路的最后一站 那去看一下去城會 也有很多這樣的習慣 這個這次就是超級超的 而且很多人呢 他們會挑 傍晚 對 他們就會來這邊拍車 所以這邊就是很酷 對 真的 非常值得來的一個地方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這趟旅行的最後一個景點 接下來呢 就會開會機場 那我們呢 不會走原本的The Great Ocean 如果我們回去 會走M1 往上面走走M1回去 對那是個快速道 那我們這次的影片就到這了 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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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